贵妇奶奶上节目开怀大笑 这就发生在性力博权歇业的前三天 现在看起来格外的讽刺 如今更爆出她老公黄伯健 也是医院的执行长 根本没有医师资格 上卫福部网站查询医师人员 根本没有黄伯健的资料 一届人士透露 黄伯健是阳明大学医学系的公费生 毕业之后必须到偏乡医院服务六年 但黄伯健只服务了一年 不止医师的执照被扣留 也被卫福部追讨公费补助60多万元 我们找来阳明医科毕业的医师 证实学校确实有这项规定 我们拿了国家六年的钱 免学费 免生活费一个月给2000块钱 然后一个学期给初级费2000块钱 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毕业之后 都要回馈相等的时间 到这个基层院所去服务 黄伯健没有医师的资格 他还被前员工爆料 他会用三字经骂员工 出身医师世家的他 哥哥是医生 爸爸是妇产科的名医 黄伯健在诊所的官网上表示 父亲黄力雄医师 是我心中永远的医师典范 崇拜父亲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黄力雄是台大医学期毕业 专长是腹癌肿瘤手术 黄伯健的父亲黄力雄 大约在一年多前的时间 他曾经在这一间 协和妇女医院担任过妇产科医师 大约做了一年多 他就离职 后来就到了信力博拳诊所担任院长 黄力雄担任院长一年多 诊所就无预警卸业 现在只剩下台大云林分院 有门诊 贵妇奶奶夫妻俩 现在人间蒸发 坏了爸爸的名声 更让股东和顾客损失不少 记者张兆宏 王一仲 台北报道